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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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直以来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我的穿搭 然后我也很想跟他们讲我穿搭的原则是什么 但这个又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 所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好像我们吸收的时尚资讯 然后再把它运用到实际穿搭的时候 总是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连不上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在这方面好像蛮有心得的 但我现在真的很用力的整理喔 想要就是把我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所以比较是我自己个人的方式的分享 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时尚的通责 因为美感本来就是主观的 所以是用我主观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穿搭的习惯跟方式 我觉得这几年大概这个产业的心得 我觉得是你要多方面的吸收这个资讯 然后并且了解自己的个性 如果你很清楚你的个性就是没有办法 像我啦 以我自己做例子 我是很喜欢穿的舒适 然后一点点时髦感 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穿搭的要求到这里 我没有一定要走在潮流的最前面 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需求也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不要看起来很过时 这样就好 然后人家偶尔有一个新的感觉 我想大家的需求跟我都不会差太远 所以重点是培养你的时尚敏锐度 然后跟自己的个性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穿出自己的感觉 讲一下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就是T恤 因为我非常喜欢T恤 我觉得它也是最亲近我的东西 然后我每一季都会买T恤 只是有些人为什么穿素色T恤是这样子 有些人穿是那样子 它其实跟它的细节有关系 每一年的潮流T恤的细节 是都走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所以穿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比如说它领口的高低 肩线的位置 像今年都是走 比较尺寸比较大的风格 那你之前穿的素T 可能你搭配的方式要改变 所以这都是细节 我会在课程当中跟大家分享 那我会在课程中